六四有个推手 最大的推手就是中国共产党 第一个推手就是邓小平 我知道要使六四 要使学生运动 要使学潮 一潮高于一潮 唯恐天下不乱的 是以邓小平为投资的中国共产党 六四前夕 鲍铜已经被捕 他想回整件事的来龙去脈 认为邓小平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形象 先利用六四事件拉着紫阳落台 而学生就成为斗争的工具 当宣布学生是动乱的时候 学生实际上已经回到大学里面去了 胡耀邦的追导会已经结束了 学生回到大学里面去 为什么还要激怒学生 说这是动乱 是学生重新再从学校里走出来的 谁叫他们出来的 谁揭发他们出来的 谁只怕他们不出来的 是中国共产党 是邓小平 鲍铜担心 见证六四历史的人 一个一个离世 加上没有平台发声 事件将会被遗忘 现在的整个支配权 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 我看整个问题是 它剥夺了中国人的发言权 中国人的自由 把中国的健康的 向上的 很有希望的 这种声音 它把它压下去 人要自由 就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第一句话 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 只要中国人不愿意做奴隶 那么中国就有希望 除非 就好比